以入华字眼宣誓引发风波的香港青年新政议员梁颂恒有慧珍访台 台独港独是否合流 蔡英文提名支持两国论的独派大法官是否为台湾制线铺路 海下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10月23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 因为使用入华字眼宣誓引发轩然大波的两位香港青年新政的议员梁颂恒游慧珍 目前正在台湾访问支持台独与港独的年轻人是否正在合流 另一方面蔡英文提名支持两国论的独派大法官是否在为台湾制线铺路 今晚海峡论坛我们邀请了三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 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您好 东宁您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 那么今晚在台北呢 我们请到的是国民党前议题中心的主任徐巧新小姐 那么徐小姐呢同时也是国民党新生代草协联盟的发起人 徐小姐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感谢徐巧新小姐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其他的来宾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 欢迎徐巧新小姐来到我们海峡论坛 我们第二位来宾在美国参加节目讨论的是霍普金斯 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孔告峰教授 他是通过了skype的连线参与我们海峡论坛今晚的讨论 孔教授您好 好的非常欢迎孔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 那么稍后我们想为您介绍在香港参与我们今晚讨论的嘉宾 他是香港的前立法会议员普罗政治学院的创办人 黄玉明先生稍后也会利用电话连线参与我们海峡论坛今晚上今晚的讨论 我想首先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 我想请各位听众观众一起来听一下 当时梁颂恒还有刘慧珍这两位香港的新科议员 青年新政的议员他们在日前香港立法会宣誓的时候 究竟是怎么说的 我们先来听听看他们的说法 是吗 是吗 我会认为神经典的神经典论坛 好的我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香港新科立法会议员梁颂恒跟游慧珍两人 他们日前在宣誓的时候刚才我们听到了是以英文将中国读成了 之那而后拒不道歉引发了轩然大波那么各界热烈争论是否应该取消两人的议员资格 环球时报还发表社评呼吁调动爱国爱港的力量要与港独来进行斗争 必要时也应该请人大来释法 与此同时两人应台大研究生学会的邀请访问台湾 并且出席论坛交流香港的本土化运动 也被认为是台独与港独的河流 那么全国人大常委范徐立泰更是批评两人是变本加厉在伤口上撒盐 香港政府的发言人也表示台湾当局不应该以任何的形式来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 那么今天讨论我请听众观众可以拨打400-120-0551来参与讨论 台湾的听众也可以拨00801-148-940参与我们的现场提问 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YouTube的直播上进行直播 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 另外我们YouTube直播的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我们的YouTube直播聊天室 向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提问 或者是发表评论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跟香港的这位黄玉民先生 也是香港前立法会议员 还有普罗政治学院的创办人 黄玉民先生连上线了 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黄玉民先生 我们看到了这个梁宋恒和尤惠珍这两人 现在这个时候到台湾访问 而且是出席台大研究生学会举办的论坛 讨论香港的本土化运动 有人说这是台独与港独的河流 范徐丽他也批评两人是变本加厉 在伤口上撒盐 黄玉民先生你怎么看呢 第一个据他们讲 这个论坛的安排是他们宣示风波之前 已经安排好的 这个第一个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 基本上这个是一个预早已经安排好的一些交流 这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不过现在因为他们两个是成为一个风头人物 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你在这个火上添油 好像把事情越闹越大 对不对 其实是一早安排 那我个人的看法 这个香港跟台湾一些政治人物或者一些团体 一些这样的交流的很普遍的事情 像我几个月前去台湾开了两团中谈会 跟一些独派的人 跟这个台湾民主党啊 还有其他台独的一些政团 我们也开过两次研讨会 我也在我的Facebook直播 可是那个时候就没有人家骂我 对不对 因为今天发生这个事情 发生这个宣示风波以后 他这个共产党还有香港的亲共的 或者亲中的团体 他们就和他们还有那个机器 就开始借机来打压这两位年轻朋友 对不对 好的 谢谢黄一鸣教授参加我们的讨论 那稍后我们也请教 现在在线上的这个孔浩峰孔教授 我想请教你们 是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中 已经听到了这两位议员 他们当时在宣示的时候的说法 那么两位议员因为说 这个支那是所谓的 他自己家乡亚历州的口音 另外议员则说这个没有贬义 就支那这两个字 那么但是却激怒了北京和建制派的议员 也激怒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人士 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跟我们介绍一下究竟 这个香港的议员宣示 效忠香港而非中国 为什么被大家认为是大逆不道 还有究竟这个支那这个字 究竟有没有贬义呢 孔教授 这个在议员的算式的时候 一些反对派的议员 对于那个算式的事实 做一些改动 或者是某一些部分 长得大声一点 某部分长得小声一点 以前的基金派的议员 都就是常常都做这个事情 但是以前一级的处理方法 就是第一期算式 你这样晚的时候 他就不承认 但是就会给你再一次算式 在通常第二次算式的时候 他们就会比较 根据那个事情去读出来 读完之后 就这个事情都没有了 所以就变成一个 一直都是一个表演的一个抗争 所以我相信亲近了两个议员 他这次这样做的时候 也是预期不会闹得那么大 就是跟以前一样 就是第一期读的时候 故意做一些反抗 口头上的反抗 跟着后来就再去顺势就没事了 但是他就不知道 他这样这次这样做 就会给中共方便 变成一个那么大的事情 甚至是想取消他们的机格 至于是基纳 那个是不是 母入中国的意义在里面 这个就是最近香港的媒体 都有很多的讨论 就是他们自己 两个议员的讲法 就是他只是 讲错独一而已 因为他们是他们自己的 这个JobaChina 恋情基纳 但其实实际上 他们这样说 也不是完全的错 因为那个China Sino Sina 这些基其实都是同源 有关联的 所以跟着后来 日本的翻译做基纳 也是从China Sino Sino这些基过来的 跟着甚至是去年 中国的人民预报 也出过一个很长的文章 说基纳这个基 到底是不是 对中国是一个母入 跟着那个人民预报的文章 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 基纳这个基是 大量给很多共产党 左派人士也在用 比如说文一多 左派的作家 他就是有首诗的 叫我是中国人 跟着第一句 跟最后一句都是 我是中国人 我是基纳人 跟着鲁迅 还有很多 甚至是梁启超 之前的孙中山 大家讲的比较多的 都是用基纳这个字 所以这个字 其实在20世纪初的时候 中国人用 日本人用 但是后来就是 因为1930年代的时候 蒋介石 有一个演讲 他讲到是 日本人就是很不好 就是常常把人家 国家乱叫 他就说他们把中国 叫做基纳 就是医师是 半死人的医师 他把美国 掌情是 美国 就是可以大米 可以气的样子 所以他这样讲的时候 就是其实后来 很多人都发现 他现在只是有点乱讲 就是没有这个根据 后来 但是在国民党的体系 都一直觉得 日本讲基纳是很不好 所以他们在1945年 日本投赏之后 他就要求日本 全面不再用这个字 但是这个基的辩前 好像是一个禁忌 在日本方面 在中国也比较小用 所以就是 这个所谓制纳 是不是母入中国人 这个源头 其实是来自这个 蒋介石 国民党跟日本抗建的历史 其实这个 也讽气的是 在共产党那边 他其实不大介意 甚至是我刚才讲的 他在人民日报 也出个文章说 这个基其实 本来没有 本身没有母入中国人 只是是 用的人 如果是大有恶意的话 就会有一个 母入中国人的 那个意思在里面 好了 我们非常感谢孔教授 针对这个支那这两个词 给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也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 徐晓卿小姐 我们知道 我们来做比较一下 过去台湾早期 在刚实践民主化初期的时候 也曾经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在宣示就任的时候 不按照规矩来 或是说背对一项 国父的一项 或是用台语来宣示等等 台湾当时的处理状况 跟现在香港出现的 这个宣示风波 你能不能做一下比较呢 徐晓卿 我想在当时的 这个状况里面呢 那民进党籍的 这个立法委员 他当然有一部分的程度 是为了要让 所谓台湾的 比较台独的支持者 可以去支持 他们的诉求跟主张 所以呢 才会做出这样的动作 所以就代表说 他们其实做这样的事情 是有一个根据的 那跟现在这两位 这个香港的这个议员 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 当受到一些冲击的时候 像这两位议员 他会改成说 没有啊 我这是口音上面的差别 也就是说 其实事实上 因为台湾是 主张中华民国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也跟香港不一样的是 我们并没有在 一国两制的体制里面 也就是说 我们跟大陆当局的 这个北京当局的关系 其实是相对的 比香港来得远的 所以说即便是 民进党的这些立法委员 他甚至比如说 背对国父一项啊 或者说讲出一些 比较激进的主张 甚至直接的主张台独 大力的主张台独 这些事情 在台湾的现况下面 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大家是允许的 视为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那也不会受到 北京方面这边的 一个冲击 所以去改变他们的论调 或者是说 变得要去比较保守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香港在一国两制的 这个体制之下 即便是两位港独的议员 那在被这个所谓的 比较民族主义的势力 去做一个反抗的时候 他们也必须要 某种程度的转趋 成比较保守的说法 我想就是两 这个香港跟台湾这边 在做相关的言论 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感谢徐晓卿小姐的比较 也请教在香港的 黄玉民先生 我想请教您是 我们看到这两位议员 到了台湾 接受这个台湾 大学的这个 学生会研究会的邀请 出席论坛 交流香港的这个 本土化运动 他们在台湾怎么说的呢 游慧珍说老一辈的香港人 会劝年轻人 不要反抗了 但是台湾人不会这样 他认为这是 台湾比香港 还要进步的地方 我想请教黄玉民先生 究竟香港民众 对此事的看法 究竟是如何 那些我们看到 抗议活动当中 要求这些入华议员 说他们数点忘足 说是他们港独汉奸 要他们滚出香港的 究竟是不是 一些香港的主流民意 香港究竟有多大 一部分的民众 能够接受 这两位年轻议员 口中所说的 香港不是中国呢 黄玉民先生 我先要补充 刚刚孔教授讲的 那个宣誓 支拿的那个讲法 好的 我过去在08年 当选这个立法会议员 我已经在宣誓的时候 改事实 然后2012年那次 我就叫这个 打倒这个港共政权 还有加接一些 然后在读的时候 就不读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字眼 那我们这种表态 就是一个政治立场的宣誓 我根本就不承认你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政权嘛 对不对 那我那次呢 就重新要要宣誓 那这个是一个抗争的 一个方式 然后这个两位年轻朋友呢 他们用一些 还比较激进的方法 他是讲粗话嘛 他讲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用英文来宣誓 Republic of China People of Republic of China Republic of China People of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We fucking of Gina 那他们就变成 这个就带有那种 鼓入性 还有这个是讲粗话 然后就动公分嘛 这个最重要在这里 你让共产党有一个借口 去高度打压你 你知道吗 所以 他们这种做法 很多香港人 那些包括那些 激进派 或者反对派 也不同意 他们那种做法 可是问题来了 他们这种做法 你可以不同意 你可以在政治上面批判它 你不能通过一个 行政机关 这个律政司司长 还有这个特首 然后就邀请这个司法机构 去干预这个立法会的事情 那我过去也曾经提出这个JR 就司法不合 那个立法会 财务委员会的主席 一些这个表决不合法 那法院呢 他不受理 他不受理的道理就很简单 他说我们法院 不管你这个立法机关的事情 那今天呢 他政府去邀请这个司法机构 来管这个立法机关的事情 就开这个立法 是非常恶劣的有做法 你知道吗 当然这个背后的共产党在发工 这整个问题 其实不是像你们刚刚讲的那么简单 因为他要把这个港独 这个打击 这个必然的 港独这个萌芽的阶段 他就是把你消灭 那香港跟台湾不能比 我上次去台湾 这个参加这个论坛的时候 也是跟一些台独的人 在讨论这个问题 那我就讲 我说这个民进党执政以后 台独是没有空间的 那那那没有关系 你今天就叫中华民国 没办法 OK 除非你修宪公投 改成台湾共和国 对不对 门槛那么高 那现在你就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的宪法有问题 现在对不对 你这个要修宪 这个是台湾内部 在整个所谓国家认同 还有这个中华民国 这个国号 这个存在所引起的一些争议 还有中华民国宪法 在台湾 现在还本文还是说 你这个主权 集于中国大陆 这个很荒谬的嘛 跟实在的状况不一样 我说香港反而现在 港独的空间 会比你台湾的台团空间要大 当然不懂我这个意思 我这个言论讲完以后 香港那个本土运动 它就一分为二 一边就是我们这些所谓修宪派 我们提出全民自协 重新立任 由香港人去制定一部基本法 然后通过公民投票 来完成它 然后另外呢 就是这些所谓港独的年纪人 但是港独他们没有论述的 现在少为有论述的港独主张 就是那个陈豪天 香港民主党 今天这两个议员 从来都没有香港独立的 很完整的论述 他们现在就在玩 你知道吗 是好的 非常感谢黄玉民教授 所以大家就 对他们那种做法 很多人就非常反感 本土派人 就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 那这个不讲 我们现在最关心的 也就是司法机构 不能去搬入这个立法机关 这个例子一开 香港就完了 所以我们要抗拒 虽然我们不同意 由两位议员那种做法 可是我们也要捍卫 他这种言论自由 对不对 那我们要对抗 老公在后面发工 来干预这个香港的立法机关 通过司法机构 好的 他搞不好 他将来要司法 好的我也想 谢谢黄玉民先生 那他可能要司法 所以跟台湾这个不能比 我告诉你 完全两种不同的概念 而且像刚刚那个 徐小姐是吧 那位是 对徐小金小姐是台湾国民党 今天我知道这个黄玉民 先生在香港是非常有名的电台主持人 所以他今天主持的功力 已经开始发工 也讲得很精彩 稍后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想请教 您不过想先请在华盛顿的孔教授来回应一下 刚才这个黄玉民先生说 是老公在背后发工 那我们看到这起事件 究竟对香港政治有什么影响 看到环球时报也设评说 要请人大来释法 那么香港目前的这个一连串的 这个混乱的现象 究竟是不是中南海内斗的一种延伸 有人说是要将斗争的文化强加于香港 也是习派跟江派的这个斗争 延伸到了香港 您是怎么看的呢 孔教授 现在中共那方面 现在也是很混乱 因为我们看到 比如说从八月底开始 那个香港有一份 本来没有什么人看的报纸 呈报 这开始每 不是每天的 就是有一阵子 就是一个礼拜每天都是 跟着有时候要为停一杀 跟着最近要在每一天 都是头版去攻击那个梁振英 还有攻击 甚至攻击中南办 跟着也攻击中南办 后边他们说是 从后台就是那个张德江 跟着最近连那个 那个刘云山等等 也是在攻击 跟着他们很猛烈的攻击 香港的所谓港共的政府 但是问题是 他们将攻击那么久 跟着梁振英 中南办各方面的 那个土共的系统 都还没有对他们 做出任何行动 因为过往新报 或者是苹果预报 很多那个所谓反对派的报纸 去批评一下那个梁振英 的时候突然受到 梁振英的律师信 说他诽谤之类的 但是现在情报这样子批评 都一直没事 这令人怀疑 情报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感觉最近 那个中共的中纪委 甚至在网站上面 侵占那个情报的那个立场 对于支持 习近平主持的反叹上面的立场 感觉那个 后来中纪委又发了一个报道 就说那个中纪委 在8月底的时候 曾经有那个 那个工作组去了那个中联办 查他们的那个 那个贪腐的问题 所以现在很多人 都已经有个结论 就是那个情报 基本上就是中纪委跟习近平 要对付梁振英中联办 甚至是藏得这样的 一个经济的工具 所以现在 而且情报现在也变成一个 批评梁振英 跟批评那个土工的系统 要借那个清净的事情 要司法等等的那个做法 所以现在那个港独 缉纳清净那个风波 这变成成为那个 梁振英跟那个中联办 跟张德江 所谓的 有人叫他们就这样派 我不知道是不是适合 但是因为张德明 本来都应该 现在是年纪很大 快那个 就是过时也说不定 另外一方就是 方便就是习近平派系 所以这变成是习近平那边 看起来 如果从情报那个立场来说 他们是不是很愿意 将这个事情闹大 现在想闹大的 似乎是那个 张德江跟那个中联办 跟梁振英 因为他们想 根据情报的指责 就是他们一直想 那个通过 制造一个所谓 港独的危机 来巩固他们的存力 甚至是帮助梁振英制止 在那个 特首选举连任 好的 谢谢孔教授的分析 在把时间交易博弈之前 很快再请台北的 徐晓星小姐回应一下 刚才黄昀明先生提到说 他认为台湾跟香港情况 不能类比 但是我们看到 台湾的年轻人和香港年轻人 在支持独立意识上 似乎都有高涨的趋势 而且有交流的趋势 包括之前战中 有很多台湾太阳花的人 去那边撑场 然后也有很多香港年轻人 到台湾来取经 包括这两位 引发轩然大波的香港议员 现在就在台湾访问 你怎么看 台湾的太阳花运动人士 还有香港青年新政 这些议员的交流呢 徐晓星小姐 首先我非常同意 就是说台湾跟香港 没有办法类比这件事情 因为香港的状况 是在1997年 香港回归之后 其实现在是在一个 一国两制的现况之下 但台湾状况不一样 台湾一直都是一个 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存在的 那即使是教授 对于这个所谓 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有一些疑义 但事实上 我们也透过这样的宪法的关系 跟中国大陆这边取得一个 像是我们现在国民党主 所主张的九二共识 又或者是民进党执政政府 现在主张的维持现状 用这样子一个 比较暧昧不明的关系 去维持台湾的民主自由的 一个发展的现况 所以说可以看到 在各级的选举里面 或者说在台湾的 整个民主的过程当中 其实中国大陆 它是没有办法去介入的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香港的状况是 当很多比如说像战中事件 或者说在选举里面 甚至像比如说像 书店的这个事情 其实中国大陆 对于香港的影响来说的话 是相对于来说非常大的 可是其实虽然两个 是没有办法类比的状况 但是台独的年轻朋友 跟所谓香港的 港独的朋友的交流状况 是非常非常频繁的 那这个交流也不见得 只有所谓的港独 跟台独之间的交流 其实包括在台湾 很多的学生团体 比如说像在大学里面的 学生会的各种组织 跟香港的学生会的 各种组织的年轻人 本来就是建立在一个 互相沟通的一个关系 跟模式上面的 所以其实在太阳化 2014年的太阳化学运的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香港很多的年轻朋友 也从中汲取了蛮多的经验 带回去在后来的 所谓战中事件的时候 也跟我们台湾的一些 比较支持台独的年轻朋友 去做一个互相的串联 也就是说虽然香港跟台湾的 这个体制是不同的 状况是不同的 但是在很多社会运动的经验上面 确实彼此是互相联动 跟互相交流的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的 谢谢许小新小姐 把时间交与博弈 请博弈继续请教三位来宾 博弈 好的 那我们今天讨论非常热烈 所以下面的问题 我想请来宾们简单的回答 首先想请教这个孔高峰教授 就是目前有人说这个 这个基本法是 在香港人说 基本法是行政权为主 其实并不是三权分立 但是有些民 这个像刚刚这个 黄玉民先生就说了 这个其实 目前最害怕就是 这个香港的司法权被侵蚀 那么到底香港基本法 这个基本精神 到底是三权分立 还是以行政权为主 可不可以请您简单说明一下 当初那个 朝你跟基本法定稿的时候 那时候当小平说了一个说法 就说基本法我们定的 一处不一事 就是事情把它说得越含糊越好 那时候是有这个政策在那边 所以这个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基本法其实很多条文 都可以很多不同的存识的 但是大家的理解 一直的理解 在香港方面的理解 就是说基本法 基本上是实施了一国两制 50年不变的政策 所以那个50年不变就是在英国殖民时代的 一些基本的那个制度 就是通过基本法来保留下来 当中包括普通法的那个传统 包括那个三权分立也是一个传统 所以在香港的理解 所以在香港的理解一直都是三权分立的 甚至是很多以前一些打关系的案例 一些大家最近都发现了 就是那个法官判案的时候 都是那个杂事 都是有三权分立的存在 而中共当时没有反对 但是现在中共出来说 从香港一直没有三权分立 这个就是跟中共最近十年的一个对香港的论续的变化有关 因为比如说一国两制 过往从邓小平到张哲民时代 他们就是比较注重两制的方便 就是一国就是一个背景 但是两制是很基本的一个东西 甚至胡邓小平跟张哲民时代都已经讲 或者是回归之后 香港那个各个省市 各个中国大陆的政府部门 不可以介入香港的事务 但是这个在最近时代都打破了 很多选举的时候 媒体各方面的事情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各个部门 各个省市的介入越来越多 所以而且那个2017年的时候 他们发表了个香港一国两制派一皮书 也是讲得很清楚 说一国两制之下 一国是最大的 两制只是一个胜于全力 就是中共中央没有说 你可以做的事情你都不可以做 所以那个讲法他们在改变 所以这个现在说 他们说香港没有三权分立 其实就是一个 他们最近时代一直改变讲法的一个体现 而且特别是之前中年办 也是大概是2003年7.1反23条大游行之后 也提出一个讲法 就是说香港要推行三存合作 就是司法立法跟行政三边互相协调合作 而不是互相继衡 这个就是反映他们一级的 最近10年的一个对香港的态度跟政策的转变 好 谢谢黄教授 那么继续请教在香港的黄玉民先生 就是我们注意到港府跟这个 香港的这个港区人大常委 范徐立太对于最近陆委会对于香港政情的关切呢 表示说第一个台湾不宜对香港的事物说三道四 第二个就是这个范徐立太也说了 就是这个台湾在这个时候请这个梁颂横跟这个游慧珍到台湾 就是摆明了在香港的伤口上撒盐 同时是不是想要声势呢 但是您觉得对这样 这个一国两制本来就是对于台湾要起示范作用 结果现在闹成这样子 我觉得您觉得怪台湾有道理吗 那么此外您觉得对于这个范泰的说法 是不是您觉得有一点 对于台湾的指控有一点过头了呢 我觉得他们这些亲共的人 这些讲法是可以理解的 他不是这样讲 他还可以怎么讲 我们去评论他必然会去按照中共的立场来发表这些意见 这些意见一定是对台湾方面这些批评一定是不公道的 我们再去批评他也没有意义 他必然是这样讲的 他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奴才的奴才 那他还可以讲什么呢 这些人在香港我们每天都在批判他的 那倒是我要 孔教授刚刚讲的那个三权分立那个观念 我个人来讲我从来不认为香港有三权分立的 我们所捍卫的 如果我们要这个 以这个基本法作为一个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基础的话 我们要捍卫的是一个司法独立 还有争取一个立法权不受这个行政权的干预 现在按照基本法它是一个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 行政主导的话 你议会里面 那个功能很多议会应该有的功能都被废制 你知道吗 像我们议员我们没有提案权的 我们要提案的话 也就是基本法的一些限制 你不能提有关这个政治制度的 那些改动的那个 也不能提跟财政有关的东西 然后你提案了以后 这是所谓私人条例草案 还要经过分组来投票 一组是工人组别的 一组是这个地区直选的 要每边各伴处 你这个议案才可以通过 永远没有办法通过的 因为在整个这个立法机关的那个组成的结构 它就有一半不是有直选产生的 而且这一半三十五席 很多都是会用公司来投票的 这个是很荒谬的一种制度 所以我们过去八年在议会 就搞这个议会的知己抗争 来凸显着这个议会的不堪 在这个角度来看 行政立法不是一个平衡 各自独立的权力这个结构 这个是第一个 所以根本就没有三权分立 而我们香港人最重视的整个司法制度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普通法 你知道吗 不是用大陆法 这普通法这种法制 它维持下来 那现在不行了 现在这个宣誓风波 你去法院提醒这个司法复合 来否定 否决这个立法会主席的那个裁决 这个案子如果在议会里面 在这个法院里面 如果这个立法会输的话 那整个立法机关已经崩溃了 对不对 所以问题关键是在这里 我们现在再去讨论基本法 对一国两制 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 因为香港基本上 我个人的立场 从来不认为一国两制可行 我从来不认为共产党 会信守承诺 给你高度自治 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态度和立场 也代表我们那么多年 还没有错 我从80年代初中英谈判的时候 我们就不停写文章 到80年代终极 这个朝理基本法的时候 我们也不断参加很多庄谈会 也发表很多文章 我们很清楚的 到这个政改风波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都是我们亲身的经历 发展到今天 为什么香港的年轻人 有这种所谓 这个self determination也好 这个港独这个思想也好 本土运动也好 问题就是抗拒中共 反对中共干预香港 很简单嘛 对不对 那今天 你这两个小朋友 这种做法 让他有一个借口 你知道吗 把这个民主主义 这个态势升高 然后发动舆论机器 还有所有的所有爱国团体 去封杀这两个人 那我们就觉得不是这两个人的问题 是我们全香港 这个生存 绝取的问题 对不对 是 存亡的问题 好的 不要在这些很具体 不具体的 这种概念的上面问题 去封论没有意义 今天就是很简单 你香港人只有两三个选择 一个就是抗争 对不对 一个呢 就是做奴隶 对不对 再来就是移民 没有其他的选项了 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对不对 好的 谢谢黄宇明先生 那么回到台北 我们想请教一下 许晓星小姐 刚刚孔高峰教授 跟黄宇明先生 对于这个共产党的反反复复 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那我们也注意到说 年底 不是月底的时候呢 这个国民党主席 红秀柱呢 就即将要展开这个和平论坛 是 和共和平论坛 同时也要展开这个红席会 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瞩目 当然九二共事 有没有一中刻表 红席就有 是一个焦点 那刚刚经过两位来宾 在香港的来宾 这样子对于共产党的一个分析 您觉得 这个国民党这次辞去 是不是要更小心一点呢 我觉得我们当然每一次去 都是要相当小心的 那虽然说这个固定的这个论坛 不管它是叫做经贸论坛 或者是和平发展论坛 它都是在一个党对党的层次 那在现在国民党 并非执政党的状况之下 其实它能够拥有的影响力 我想相对是小的 因为国民党现在并不是执政 那但是就是说 其实这一次 红主席去到这个中国大陆这边 跟习近平主席 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 可能会影响到比较大的 应该是台湾人民 对于这个中国国民党的一个观感 我们都知道在2014 跟2016年的选举里面 其实中国国民党的选情 并不是太好 那我们也失去了 我们的执政权 那就像刚才这个 两位都谈到 所谓一国两制的问题 我也觉得很有趣 我们大概在台湾在十几年前 对一国两制 还有讨论的空间 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 其实都有 但经过了十几年来到现在 我们看来 已经在台湾没有人 在讨论一国两制了 因为基本上 如果你去讨论的话 应该会发现 我相信多数 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反对的 也就是说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并没有要去接受一国两制 这件事情 在台湾现在已经有巩固的 这个稳定的民意基础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所以现在在台湾来讲的话 跟大陆之间的相处方式 是透过所谓的九二共识 那九二共识 其实它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 两岸互相做不同的表述 对中华民国来讲 所谓的中国指的就是 这个中华民国 那我们用这样子 比较一个这个所谓的 模糊的艺术的方式 去保持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以及它的民主自由 那可以去避免 就是说我们在现阶段 我们就必须要在政治谈判上面 去进到我们的制度 是不是接下来会走向 所谓的一国两制 或者是被统一 或者是我们现在要争取独立 就像刚刚黄先生讲到的 我们可能剩下所谓抗争 跟几种的办法 所以现在台湾的状况 其实相对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朝着 比较稳定和平发展的方向去走的 那11月初的这个红席会 到底最后会有什么结果 其实我们现在还不是太确定 但可以确定的是 现在民进党的政府 现在采取所谓的维持现状 虽然现在状况是 两岸关系已经降到冰点了 但是我对民党政府 还是有一个期许在 就是说我们继续保持 这样子得来不易的两岸和平 继续走下去 会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好的谢谢三位来宾 今天上半场非常热烈的讨论 看东宁我们是要接电话 还是要继续下一个话题 我们很快接听海峡两岸 听众观众朋友们电话 请三位来宾 各以一句话来做个回应 总结我们就进入下半场好了 先接听桃园陈先生您的电话 陈先生请抓紧时间简短发言 你好我想这样子说 中共的宪法明文规定 在中共领导之下的国家 所以香港如果想搞东搞 想违背以中共领导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这事情不同的 不要妄想 然后他们如此激进的做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好的 感谢 跟美国跟日本 墙业冲撞 那个大陆情况是一样 大陆是比反制 如何反制 我不知道 好的 感谢陈先生的来电 北京的王先生您好 可以采取更激烈的措施 采取做下去 好的 谢谢桃园陈先生 北京的王先生 请说 能接受的 香港人如果要鼓吹独立 最好离开香港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刚才那个台湾 你跟女嘉宾讲 台湾是独立主权国家 这很荒唐 台湾只不过就像 布多利格和直播罗头一样 没有得到国际的承认 所以所谓主权 是站不住脚的 OK 好的 感谢北京的王先生 请三位来宾简单的来做个回忆 先请在香港的黄一鸣先生 我觉得北京那位朋友 他那个讲法 当然我们绝对不会同意 主权是人 主权在名 东华民国 台空金马 他已经是一人一票选总统 你大陆可以一人一票选 选国家主席吗 你不行啊 这主权是体现在人民的授权 而不是你嘴巴讲 你今天管到台湾吗 台湾有纳税给你吗 这很荒谬的讲法 对不对 这中国人是注定要做奴隶的 好的 感谢 黄一鸣先生 华盛顿的孔教授 请简单回应 简单讲就是 中共是很 蛮不讲理的 它而且做了任何承诺 任何的协议 它也那个 存识跟理解 是不断地改变的 但是同时呢 中共也是一个 很现实的一个政治力量 就是它看到你有实力的时候 它就会 尊重你一点 放远一点 但如果你没有实力 你比较听话的话 它就会压得紧一点 跟着就会反悔很多东西 所以现在香港跟台湾也好 除几次很不一样 但是他们同时都面对中共的精神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 从民主的力量里面 类集一个实力 国际上面类集一个实力 还是最重要的 谢谢孔教授 徐晓卿小姐 回应一下 刚才听见观众 中华民国当然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有自己的宪法 我们有自己选出的总统 以及我们的民意代表 每一票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去投出来的 那我们依法纳税 我们完全都遵照我们宪法 以及我们所有的民主规则 我们所有的中华民国的人民 有都认不认为 这样子的民主是一个非常可贵 而且是属于中华民国人民 所共同享有的价值 所以如果这样才不算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的话 那我很想知道 主权独立的国家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至少我们在民主的这个状况当中 我相信中华民国在整个世界当中 仍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而且是我们的国民都引以为荣的 好的 感谢徐小姐 那么有关于我们上半场的讨论 到底现在还是告一段落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的是 蔡英文提名了 支持两国论的独立大法官 究竟是不是在为台湾制限铺路呢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